2000年前耶稣的门徒、聖伯多禄、安德烈和斐力就生长在加利利海附近的一个小狱村 圣经说这个狱村的名叫做白塞大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·弗拉维斯的观点 希律斐力王后来将它改造成为一个罗马城市 大约在西元30年改名叫尤利乌斯 考古学家在被称为阿拉杰的发掘现场 发现了拜占庭时代的文物 文物下面在一个罗马古迹层 由一世纪到三世纪罗马占领时期的遗迹 基内雷特学院的莫迪维姆博士说 最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佛马innen ale时是平舟架架站立的了 talただ 收藏吗? 都没有人所持续则 太县了 广国家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残缺的伤痕画 表明这里曾经一个精心设计的教堂 从而证明了八世几时有关白塞大有一座教堂的文字记录 考古学家之前认为加利利海附近的几个地方 都有可能是古城尤利乌斯的遗迹 现在他们说已经找到这个遗迹 未来在阿拉杰的法挂会令公众看到更多的证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